顾客自称上等人打服务员耳光还要求下跪道歉 记者调查 不时 请点赞订阅 谢谢 原标题 顾客自称上等人打服务员耳光还要求下跪道歉 记者调查 不时 昨、九、日 发生在毕盛客重庆江北红石路店的一则纠纷 引发网友关注 网传中称 一服务员不慎将果汁洒在客人身上 客人要求赔偿2800元 还要求服务员下跪道歉 并次称是上等人 记者今日经多方核实 网传信息不实 顾客为打服务员耳光 也为要求服务员下跪道歉 昨晚网络热传的聊天截图显示 毕盛客一女服务员不慎将果汁洒在客人身上 被客人要求赔偿2800元并下跪道歉 让不少网友气愤的是 聊天截图中有人称客人打了服务员耳光 还自称自己是上等人 并辱骂劝嫁群众 华龙王 新重庆客户端记者今日经向现场知情人员了解 事情起因是服务员在送餐时 不小心把可乐撒到一位女顾客身上 女顾客要求赔偿衣服损失1000块 因为该女顾客在商赔偿过程中 态度比较强势 情绪比较激动 引起旁边几名用餐群众对其不满 主动为服务员打抱不平 与该女顾客发生言语冲突 参与处警的派出所民警告诉记者 警方接警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将涉事的顾客 店员和发生言语冲突的群众 三方带回派出所了解情况 最终涉事方达成调解并互相道歉 记者多方何时了解到 毕盛客女服务员并未如网传所言 已经辞职 要求赔偿的顾客身份为企业退休职工 随行的儿子和儿子女朋友 在外省一家医美公司供职 均非政府供职人员 文章来源 华龙网 新重庆客户端责任编辑